天父谢谢祢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清晨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 今天早晨来到祢的宝座前 再提醒我们 祢是我们为了救主 求主不但带领我们进到神的国度 今天我们在祢面前 当然有生命气势活在祢的面前 让我们真实每一段的时间 真实活在地上的年日 好好为祢而活 今天这个时间我们恭敬地摆上 求主的灵友们同在 让我们听着讲着 对同蒙恩得到招救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生命 请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 今天我们来看第九章 我们快要开始标杆人生的四十天 大家怎么样 预备得怎么样 还好吧 我只听见有个微小的笑声 不笑不知道什么意思 很神秘 好我们来看 约翰第九章第一到第七节 第一到第七节 我读给各位听 今天节七节圣经 请注意 耶稣过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门徒就问耶稣说 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 是谁犯了罪呢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趁着百日 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解的工 黑夜张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 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 就吐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和鲤 沫在虾子的眼睛上 这是非常特效的高耀 然后呢 耶稣就吩咐他 你往西罗亚起子里去洗 西罗亚翻出来 就是奉差遣的意思 他去一死 回头就看见了 请各位特别注意第四节 请一起来读 第四节 来 趁着百日 我们必须做 那差我来解的工 黑夜张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事上有很多的事情 有些时候不是太如意的 有些时候我们看来是很悲哀的 就像经文这个人一样 生来就瞎眼 那这个 这个即使一个事件 那有不同的人 就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那个身为瞎眼的人 我生出来就看不见东西 对他来说是个命运 任命的只有 根本这个世界怎么样 他从来没见过 那么对门徒来说 看见这个生来瞎眼的人 他们马上就讨论在因果的问题 到底是他父母 做不对啊 还是这个孩子 他做不对 以至于今天这样的结果 我们人很容易犯了门徒的毛病 看见一个人与苦难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马上跟他来定规好 到底谁错 到底是谁负责任 这是一般人的意见 门徒也不例外 那么耶稣看法不一样 三重的角度来看 那个当事人 他是命运 没办法 认命了只要 生出来就看不见 那对旁边的人来说 指指点点 很多的批评 很多的意见 很多的结论 但是都不对的 耶稣基督的话最清楚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是个机会 也是个机会 不是谁犯了错 乃是要显出什么 弟兄姐妹 神的作为来 也可以说神的荣耀来 对吗 弟兄姐妹 通常使人的看法 跟神的看法 很大的不同 亲爱弟兄姐妹 有没有因着耶稣 这样的一个教导 让我们对人生 有不同的看法 从今以后 不是马上就看见 马上下结论 是谁错谁对 马上回到英国的 这个定论里面 基督徒有个更熟天的 更好的一个看法 就是每一个机会 也都是神做工的机会 每一个机会 都是我们服侍族的机会 所以耶稣马上讲了一句话 趁着白日 必须做来拆我来接的工 因为黑夜张道 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耶稣就用了一个 非常特别的方法 我研究过圣经 在圣经当中 耶稣医治很多瞎眼的人 最少有四个方式 医治瞎眼的人 有一次他只要喊一声 开了 眼睛就开了 有一天耶稣摸他的手 用手摸他 按手在眼睛上 祷告 他就开了 但是这一次比较厉害一点 这次特别 用口水 河里就说调和 这样一调 我想这个下眼人 也不晓得干什么 这次有点湿湿的 温温暖暖的 温温暖在眼睛上 然后这些洗一洗 就看见了 很多人很多时候 今天如果我们来看 我们马上注意 我们的注意力 放在那个药膏的身上 到底什么神奇药膏 一摸就好 这个不是一个工具而已 那耶稣要是更厉害 什么都不用 是吐 脱墨在他眼睛上 我读圣经 小心读啊 耶稣好厉害的 你吐口水 在他眼睛上 你吐给我看看 就他脸 咔吐 门脸都是口水 对不对 这耶稣吐口水 都很准的 能够将那个口水 凝聚为一点 砰 放在眼睛上 在眼睛上 他就开了 那这些都是题外的 这兄姐妹 都不重要的 重要是什么 耶稣的能力 一句话也好 用涂抹也好 用调和的理也好 都不重要的 重要是什么 耶稣基督的能力 才重要 耶稣说 趁着每一个的机会 都是显出神 作为的时间 也是人经历 神荣耀的时间 这是我们 一个熟灵的看法 好 我们再回到第四节 因着整个的事件 耶稣讲出一句 很重要的话 能不能背下来 趁着白日 必须 拆我来 结的功 因为黑夜张到 就没有人 能做功了 这句话 可以分开 五个重点来 英文很有意思 英文刚好 我再说 英文我不是很好 不过刚好 没有想到 我有一个恩赐 就是我想得好快 可以每一个 用TYT 来叫后面的 英文也有亚运 对不对 应该是 OK 好 第一个 趁着 趁着白日 耶稣第一句 开头的话就说 要趁机会 做事情 要趁机会 这是属于机会的 opportunity 是个机会 也许很多人 不同的看法 那我们看 是个机会 白日跟黑夜 黑夜来了 机会就没有了 所以趁白日 所以可见 白日是个方便的时候 是个好的时候 是可以做工的时候 因为黑夜来了 你就不能做了 那么什么是白日 什么是黑夜 刚才我们唱诗都有了 白日黑夜 我们都需要耶稣 记得吗 白日我要他 黑夜也要他 那么在人生当中 不是永远都是白日的 弟兄姐妹 有没有可能是黑夜 有人可能现在 就在黑夜当中 有没有可能 时间不在你手里 但是机会又来了 你要抓住他 要抓住 抓住机会 因为如果用年轻的人来说 青年是白天 那么什么是黑夜 都不愿意讲这句话 联老就是黑夜 我这个月去了两趟加拿大 那么尤其去远古佛 去了一天 那个同学 有点意外 所以我飞机票 多买了 多买了一天 是他们不对的 我讲的时间不对 我多买一天 不要紧张 多了一天 我就跟你约一些 我们以前在香港教会的 弟兄姐妹 约了约了十几二十个 都是四十几年没见面的 你看看我多少岁 四十几年没见面的 很多人 哇好高兴 我们都拥抱 都怎么样 以前有些是同团契的 有些不同团契的 四十几年 大部分都退休了已经 应该没有看错 都退休了应该 其实我也退休了 不过不给我退休而已 那现在有些人 好高兴 好高兴 那见面一天 可以用三个字 来反复形容 用三个字 来反复形容 因为四十年 四十多年不见了 大家还是老样子 还是老样子 不过到底四十年不见了 看下来好像老子样 有些人是老子样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样子老了 我们在神面前 真的是很感叹 但是感谢神 回顾四十多年前 一起的侍奉 一起的传福音 一起的在团契里面活动 在教会服侍 甚至有些人一起吵架 当然不是大吵了 是小小的吵架 意见 当然会有的 但是感谢神 我一看的时候就看见 原来时间 人家人会老的 信不信弟兄姐妹 人会老的 对不对啊 所以跟他说 我好像讲嘛 retire 其实retire 不是退休 retire是换车轮 换一个车轮 那换一个车轮怎么样 再走得更好 对不对啊 重新得利 就像我们在座 每一个退休 弟兄姐妹 你不是退休 你是换车轮 重新奔跑前面的道路 所以不要看这么悲哀 不要看这么悲哀 年老可能就是黑夜 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是白天 靠着主的恩典 你常常都是白天 因为机会 神给你 抓住他 抓住他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生病 可能是黑夜 那你健康呢 可能是你的白天 对不对 趁我身体还健康的时候 好好服侍神 好好做该做的事情 所以耶稣这句话 点出了一个人生的一个警惕 趁着 趁着 趁着有机会要真实他 不要浪费他 我好像记得不久前 张鲁弟兄的追尸礼拜 他很突然的离开我们 老上他也去过乌克兰市 传福音的 我第一次去跟他在一起 我们三个人睡着一个大客厅 我跟他跟朱德华三位 因为我们只在客厅 所以如果我们不起来 挡着弟兄姐妹起来 我们早点起来 我们就预备早餐 煮好泡好滚水 预备好 所以弟兄姐妹起来就去早餐 所以我们三个男生 有个非常宝贵的雅号 非常地 非常地 很好的 师父叫什么 贤惠 对贤惠 我们非常的贤惠 三个 很记得他 很记得这位弟兄 忽然间离开我们 那有 当然对他来说毫无痛苦 走着走了 要说走着走 很潇洒走着 但是对我们来说 哎呀一个弟兄就这样不见了 就回到神那边去了 再没有同工的机会 在我们今天还有一个 机会服侍主的时候 有没有珍视我们的时间 有没有珍视我们的同工 有没有珍视我们服侍的机会 不是在你手中的 要趁机会 抓住每一个opportunity 每一个时机 神给我们 因为很容易机会 时间 在我十个手指头中间 就会溜走 很容易的 所以第一个地方 要趁着 就是机会性的 第二 我们 不是一个人去做 那是 一个unity 一个合一的 每一个圣工 绝对不是 依靠superman 绝对不能靠 一个人单打 独到 不行 我常常喜欢用试斑来开刀 对不起 你们太好了 我们要的不是一个人在表演一下 当然是独唱了 下个礼拜 震惊要独唱 乌克兰的小姐妹 好厉害 我第一次在乌克兰 去传福音哲 刚才跟张鲁他们去的时候 第一个 小女孩 唱唱 教会唱圣诗 从来没听过 来堆人当中 没有女生 只唱圣诗 唱得这么好 在吸引着我 探头出来 看一看 那时候 她还刚刚 接触我们的信仰 我感谢主 但是如果我们 一般的弟兄姐妹 如果 一起来唱的话 就不能吐出 某一个人 这是个合作 不要跟人生的服事 也需要合作 每一样圣工都需要 一起来做 我需要你 你需要我 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投入 我们必须要做 每一个人的部分 不一样 但是每一个部分 参与起来 整个圣工 就看见 美好的果效 昨天 最近这两个礼拜 你们还在看 Olympics 我最喜欢看游泳 我最喜欢看 Gynastic 看完了 可能昨天晚上玩了 就不用看 最感动的就是 Michael Phelps 昨天最后拿到 最后一个金牌 才光荣的退休 23个金牌 不得了 不得了 参加五届的奥运 没有人能够参加 这么多届的 但是他姐姐之前 发生很多问题 他人生找到 末路 准备自杀 但是长话短说 最近我送给你们 一个video 我们看过没有 他自己做见证 当然他没有很明显 讲到耶稣改变他 但是神借着 一本书 让他看见 人生活在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我来看 不单单来本书 这本书不会自动 跑到他手中去的 有人送过去的 有人传福音的 有人信耶稣 不使单张送到你口中 我看的时候 我最感谢神 那个叫乌鸦队 那个乌鸦队的足球明星 他曾经是 Super Bowl的champion来的 Ray Lewis 送一本书给他 这就是一个媒介 这就是一个中间 这是一个合作 现在弟兄姐妹 可能你这个 看完一本书 你送给一个人而已 你就为他祷告 你不晓得会发生什么果效 不在你掌控底下 你的工作都是 分出去 分出去 让神自己来做工 我看完这个video之后 我不单看见神改 这个Michael被改变 最重要的是 有一个人在中间 今天我们很需要这种人 能够参与一份 这整个生活当中 我可能是非常渺小的 但是没有理就不行 没有这个Ray Lewis 送一本书 可能这个故事就改写了 对不对 弟兄姐妹 一个人他被改变了 他得着 他看见一个弟兄 一个brother 大家都是做运动的 看见走投五路 他不冷心 他与他分享他的信仰 神就动工了 像弟兄姐妹 可不可能这一次 你开放你的家庭 你不晓得谁有机会信主 你就做你该做的 就对了 弟兄姐妹 对不对 做你该做的 好像每一部分都需要一个part 这个part 就是你 很简单 一个邀请 一个电话 一个慰问 可能就完成了整个圣工 可能那个人的生命改变 就是因为你一点点的小参与 这个人的生命就被改变 所以神需要我们去做 神不许说 耶稣不许说 让我来做 趁着把人来做 耶稣不是这样说 耶稣说我们要去做 这是一个unity 这是一个合一的服事 求主恩待我们 这是第二 第三是什么呢 必须来做的 我们就必须要做完这个工作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要做 那差我来劫的工 必须要做 如果救人的灵魂是重要的话 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 会下地狱的话 他的生命就没有指望的话 这个是不是必须的 弟兄姐妹 如果你看见一个 是必须的工作 你就不会悠悠闲闲的去做 尽力去做 对不起 最近都看奥运 很多用语都用出来 你要用红方之力 去拿下来 对不对啊 弟兄姐妹 这些话 是出自千字文的 宇宙的 天地玄黄 宇宙红方 对不对 弟兄姐妹 红方之力 我还以为想想什么 黎加拉瓜之力 还不够 还不够 那个力还不够 用尽全力去服侍神 为什么 因为这是必须的 你看那些比赛的人 每一次他都用尽全力 用尽全力 甚至宇宙红方之力的小女孩也是 游完他也不知道自己游了多多快 也不知道 只要拼了 不看别人 就勇往直前 看着目标 你拼命游就好了 因为这是必须的 必须的 你不能偷工减料 你不能看旁边的人 你只管勇往直前 用尽你红方之力去 这是对的 如果我们服侍 这个私奉使 救人的灵魂怎么重要的话 是不是必须要做的 实际必须的工作的话 就不能悠悠闲闲去做 所以四十天是一个目标 但愿我们都用尽全力去做 我想讲 在一个工作 一个服侍当中 神需要我们去做 我们跟神是合作 那么到底 神跟我是占多少个 percentage 很多人都说 很谦卑 我是一个percent 神是九个percent 我是天 他是90 是不是这样 不是的 神需要你 100% 因为神自己 也是100% 尽力 因为这是必须的 因为人的灵魂得救 就是必须的 所以神将他 最宝贵的儿子都给我们 为什么 这是必须的 他没有拆牌一个干儿子 再来 他没有拆牌 看地上谁 比较完全一点 好 你去上学之下 我的儿子很宝贵 不要下去 在这里 是不是这样 不是的 他看见不可能 如果没有我的儿子下去 他们做不成的 不能够 人必须的 儿子必须要 道成肉身的 神看见 看见没有 神做一切事情 都是必须 神没有 第二个 对我们来 是这样 我们今天 怎么回应神 怎么 因着神的恩典感动 我们怎么去做 我们必须 要去完成 神给我们身上的 一份工作 而且是参与 我们一起参与 我爱弟兄姐妹 不要做旁观节 每一个人都参与 你祷告 上个礼拜我讲过 好好祷告 在这个服事当中 你能够做什么 这好像 第三点所说的 对不起 第四点所说的 猜我 这是有一个 responsibility在你身上 有个使命 有个责任 你看这是我的责任 这是不一样 你看为什么 是个责任 是我当尽的本分 你为这个 施工祷告的时候 主啊 我能够在里面 能够参与什么 我占一份 我有责任的 只要你是 属于神的孩子 神没样圣功 你有不可逃避的责任 这是我们 该有的责任 我不愿意 弟兄姐妹 在服事当中 我们都太多 做一个旁观节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 能够好好地参与 参与这个服事 摆上我的一份 看这是我的责任 不是把很多指指点点的话 不需要 不需要 当然我在说 每一样事工都不是perfect的 不是完美的 不是 但是神会透过事工 让我们有所参与 让我们有责任 责任就是有所参与 让你有一份在当中 不是旁观节 我再说 好像刚才我说嘛 但让一个人生命改变 不是那本书 一个人改变 也不是那个人 送一本书而已 但是这些是不可少的 不可少的 真的 就要解明 再回到耶稣基督的神迹里面 其实这个 唾沫跟篱笆也不是重要的 不是重要的 那不过是工具而已 但是神会透过这个工具 让人得到恩典 我不能说我们是个工具 我们人不是个工具 我们人是个怎么样 是神手中可以用的 一个神的孩子 我曾经讲过 兄姐妹 神拯救我们 神要用我们是不错 用我们 但神不是看我们做卢仆 神看我们是什么 是儿子 神不看我们是卢仆 神用我们 但是从来神不看我们是卢仆 我们是儿子 但是我们甘愿为卢来服侍神 做卢仆使我心甘情愿 但是神看我们是儿子 不是卢仆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讲得很清楚 求求怜悯我们 我们有份参与 神好喜欢我们参与 不看我们的力量的微小 你能够做什么 神不使用每一个人都做大伟大的工作 神可能在这个伟大工作当中 有很多不同的小的部门 也许你是其中一员 但缺一不可 很多重要的机器 一个小的螺丝钉怎么样 一松了就不行 转紧它 这个机器就不一样 你我都一样 对不对 要分工 要合作 五个手指头不一样的 手指头的样子不一样的 最好用是哪一个 你记得吗 不要表演给我看 真的 你看完微小的 可能是很好用 很有用 却它不行 神在国度当中也一样 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 神让我们尽力有个责任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 所以你好好祷告 我曾经讲过多少篇 这位里面绝对不能说 多我一个不多 然后呢 我们都讲得很熟了 哎呀 不是不要找我了 我很渺小的 这位有我 有我没有 不要不重要的 有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不少 那你活着干嘛 对不对啊 神一定 神不会做多余的工作 神拯救你 一定有用你的地方 好祷告 神啊 我能够在那个地方 尽我的责任 我能够在哪边 能够摆上我自己的一份 来服侍你 是神要我做的 意思说 神拆我来 要做的工作 不是我要做什么 是神要我做什么 那个不一样哦 那个不一样哦 很多时候 事奉是我要做什么 还记得我讲过 很久之前 讲过小故事吗 三个小孩的故事 不是三个小猪啊 三个小孩的故事 老师吩咐他 这weekend到了 你们要日行一善 所以吩咐小朋友 这个weekend 你要做一件好事 回来 那过了一个礼拜 过了一个weekend 礼拜一 回来上课了 老师就问 这个weekend 有没有谁做过好事 有个小孩举手 哦小明 你做了什么好事 我帮助了个老婆婆 过马路 好孩子 帮助老婆婆 过马路 好事 好 第二位 第二个举起来 小光 小光你做了什么事情 我帮忙小明 看 托那个老奶来 过马路 为什么两个人做 老奶奶比较高大 我们小些两个人 也好也好 那个 互相合作 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小强 小强你做什么好事 我帮忙小光跟小明 托老奶来过马路 为什么三个人 做这件事情的 老师你不知道了 老奶奶本来 不想过马路 我们强硬拉他过去 到底侍奉是 你要做什么 还是他要什么 人家不要的 你三个人 拉他过去 侍奉是什么 我们常常都犯了 这个毛病 不是他要我做 是我要做 我要满足老师的要求 日行亦善 所以找件好事来做 我要做好事 回去报告 那神是否 也这样看我们吗 我很喜欢保罗 信主之后 那个祷告 第一个说 主啊你是谁 主啊你是谁 第二个祷告 主啊我要 你要我 做什么 你要我做什么 这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有的祷告 人的生命在乎 神怎么用我们 摆在神手里 不是我要做什么 如果神要我 跟我要的不一样的话 我们做了很多 非公的 弟兄姐妹 今天好好祷告 神透过教会 透过牧场 如果一个事工 一起去做的话 如果神是否 带领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神不但看见我们做工的果效 其实我自己常常这样看 神不是看我们做了多少果效 神看我们是怎么样去做 神非常看重我们做的过程 过于我们做的结果 跟他懂吗 弟兄姐妹 我们人刚好相反 我们只看结果怎么样 但是做的过程当中 有些时候我们犯规的 disqualify 但是神不满意 虽然果效很好 但是神不满意 因为神喜欢我们做过程当中 这个人有没有被改变 灵命有没有增长 如果一个事工 人看来好像做的不是很圆满 但是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了 我告诉你 我们已经成功了 明白吗 弟兄姐妹 神要我们人过于事 我常常讲 可能看人重于事 人比事重要 弟兄姐妹 所以在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很喜欢看见 如果完了之后 很多人来教会 很多小组分出来 这是很好 最重要我们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被改变 有没有被改造 有没有进步 有没有更爱主 有没有更爱弟兄姐妹 有没有更发挥 我们生命的能量 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看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其实神要结果太简单了 对不对弟兄姐妹 神如果要给我们结果 很容易 神说有就有 刚才说什么 命利就利 他的道路在深海中 你摸不透神的旨意 神要做什么事情 不用你给任何的意见 神是独行 歧视的神 对吗 弟兄姐妹 神为什么要要我这个人 神要我参与 在过程当中 我要没有跟他 更好的关系 神不是看我们的结果 而是看我们生命的进程当中 我们学了多少功课 我们学了多少功课 主帮助我们 这是我们的责任 每一个人该有的本分 好好去祷告 神在整个这个活动当中 你要我站在哪个岗位 来服侍你 我要没有尽全力的去服侍你 这是第四 最后一点 黑夜 黑夜张道 就没有人能做功 如果 生命是一个期限的话 那个期限还没有到之前 那段的时间很宝贵 对不对 弟兄姐妹 既然很宝贵 在短暂的时间当中 你不可能同时做很多事情 你必须要有所选择 所以你就必须定好你的气序 什么是priority 什么是人生的优先气序 要定好它 定好它 你跟我都一样 我们时间很有限的 在有限的光阴当中 我该做什么 让我set好我的priority 第一完成 第二完成 那么耶稣说什么 黑夜张道 人就没有机会再做功 人不能再做功 在我不能做功之前 这是我的期限 我的期限 我的期限 每一个人都有期限 但是好可怕的 这个期限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既然如此 要珍惜我们 口中的一口气 要珍惜神给我们 手中的能量 能够做 有些时候 有一天你可能真的不能做 当你变成老子样的时候 你就不能做 很多事情不能做 身不由己 不要说你们 我也是一样 身不由己 以前年轻的可以 为什么现在不可以 当然以前17岁 现在70岁的 那不行 感谢主还保持 保持游泳 不能够游 一百次 降到五十次 最近降到三十次 我起床了 不是不够力 那是体力不够了 真的 你不能说我要怎么样 不是 这个期限 有期限 你跟我都有 好好保持 写好你的牌 什么是最重要的 摆在右线 好好做好它 神给我们真的 有时候看见很多的事情 神让我们的看法 跟人不一样 每一个危机 都可能是个契机 抓住它 可能在你生命中 会带来转机 生命的改变 Michael Phelps是这样 我想很多人是这样 生命在危机的时候 不要再看 那个消极的部分 正面来看 神可能让我们 遇见危机的时候 是个生命转机的时候 但是期间 你能够抓住 那个契机 很重要 很重要 弟兄姐 祝祝怜悯我们 祝祝怜悯我们 我们生命当中 如果 耶稣讲过一句话 如果我们生命 不断在赚与赔之间 那么赚就是你的白天 赔呢 就是你的黑夜 能若赚的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原来赚与赔 也是白天跟黑夜 但是我告诉你 人生不会永远是赚的 就好像球赛 不会永远是得胜的 拿金牌不是每次都是你的 Michael Phelps 光荣退休是聪明的 不要做到 永远都是后面一名 才退休 就联名我们 人生要赚 也要赔 你不可能永远赚 你赔得起吗 弟兄姐妹 我们赔不起的时候 耶稣怎么说啊 我们还能拿什么 换生命呢 只是我们人的制作聪明 我们以为可以换的 可以换回来的 耶稣说不能换的 不能换 没得换 没有 我们没有零件可以换的 机器要零件 身体没有零件 没有的 求主保守我们 趁着白日 我要必须要做 那差我来接的功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做功 求主联名我们